好 今天呢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吳白老師 歡迎您好 歡迎來到澳門 這次吳白老師是應邀澳門銀河的 金門尊上會以及名人坊的邀請 來到這邊舉行這個吳白搖滾音樂會 先跟大家來說一說 最近您其實都在忙一些什麼 因為我六月有一個很大的演唱會在台北 所以我在準備那個演唱會 全新的在投入準備演唱會 其實吳白老師您去過世界各地這麼多地方演出 那我覺得其實每一次您最期待的都不同 但您覺得這每一次演出對您來說 最期待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最期待的就是可以跟台下打成一片 就是變成一個全部貨在一起打成一片 因為是很開心嘛 像一個大的party一樣 那當中有沒有什麼一些難忘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上個月吧 上個月的廣州 是 有一個表演 那也是打成一片這樣子 而且很近距離很近 然後我掉下去了 有沒有沒有出意外嗎 因為太興奮了 然後我就啊 他們在這邊啊 掉下去了 他們把我接著 OK 一堆女生把我接著 還好我沒有沒有就直接掉下去 因為他們把我接住 然後慢慢放下來 謝謝他們 但你不怕嗎 你當下真的是主動要掉下去還是真的是意外 真的是意外 意外 怕不怕 不會啊 不會 這個蠻好玩的 工作人員很怕 工作人員嚇死 是 因為這大家都很愛惜你嘛 對 那其實說到這一次呢 吳伯老師來到這個澳門銀河啊 這次舉行音樂會 感覺怎麼樣 是第一次來嗎 之前有來過一次 那我一直覺得澳門銀河 很有度假的感覺 就看到窗外 看到那個海浪 看到那個陽光 然後那些沙灘的椅子 就是覺得非常有度假的感覺 透露一下這一次的演出 跟China Blue 有什麼樣的表演曲目呢 其實這一次的演出 我們特別找了一些歌 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那一首接著一首 一首接著一首 每一首你們都聽過 然後每一首都是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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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經典這樣子 金曲串燒金曲 其實我們也很好奇 就是說吳伯老師 除了在唱歌之外 工作的閒於時間 其實您好像都比較少看到 就是有新聞出來 但是其實您平時私底下 都有什麼樣的興趣 其實 我不太喜歡 帶記者回我家 我覺得 我私人時間就是我私人時間 這點跟劉德華很像 他的私人時間 是他私人時間 是 我平常會去做一些運動 我比較喜歡的是 一些有點稍微有點危險性的運動 比如說滑冰 滑冰 滑冰那個其實很難的 您會滑冰喔 滑冰滑的怎麼樣 這是那種花樣式滑冰 對滑式滑冰 真的假的啊 這下一次應該跟我們那個 露一手啊 不是吧 很想啊 大家聽好 下次可以找伍伯老師 拍一個特技 滑冰啊 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啊 每個禮拜 然後游泳啊 然後 冬天的話我會去滑雪 就是喜歡做一些 有點刺激 有點危險性的 但其實伍伯老師 你說到這個滑冰 我就是問下去好了 你有沒有想過在這個 一邊溜冰一邊唱歌 我試過 真的啊 感覺是怎麼樣 上次有一個趙洪博 趙洪博他們 就是那個冬奧會的 對對對 他們主辦一個一個 比較冰上雅汁的滑冰演唱會 是 我去當當裡面的來賓 然後我就有 邊滑邊唱的一兩首歌 還有邊跳舞 那就不能Rock了 因為在好像在冰上 沒辦法Rock 這是下一步 拿吉他 對 家裡不要拿吉他 我很期待 非常期待 大家要聽好了 這可能就是 下一次的伍伯老師 演唱會是重點 最後其實要跟您聊一下 其實伍伯老師這麼多首的金曲 但其實您的這個創作靈感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不算說現在 您現在這個階段 這些靈感從哪裡來呢 其實我一直沒有覺得說 寫歌要靠靈感 那靈感不來怎麼辦 所以寫歌應該是靠累積 靠對生活的感動 那感動的話 其實就是要在乎你的生活吧 你在乎你看到一切 你看到這個花 你看到那個魚 你看到這個事情 你看到電視新聞 你都會有感覺 那這個感覺 或者你看到一對男女在路邊 然後相擁而泣這樣 像這種看到然後這個感覺 放在心裡面 這個是人 怎麼講 人是有很多奇妙的事情會發生 你就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那他一定會敲到很多人的心靈 才能生到共鳴 是 那太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覺得就是說 喜歡伍伯老師的朋友 就記得要去看伍伯老師的演唱會 當然還有今天晚上在這個 澳門銀河的演唱會 那麼為了預祝呢 這個伍伯老師演出成功 我們準備了我們的禮物 首先第一個就是代表 澳門銀河的金曲 謝謝 希望呢就是伍伯老師擺在家裡的時候 一看到就可以想起今天晚上的 有有有有有 有沒有漂亮嗎 這兩天我都一直看到他 是不是 在那個屋頂上面 太好了 謝謝 接下來剛剛說到花朵 您的一首歌曲呢 就是跟花朵有關 所以今天呢 我們特別準備了 哇這個玫瑰花送給您 謝謝謝謝謝謝 剛好那個 我有一首歌叫 《一九九玫瑰》 這個有點像這樣子 不如拿著就是跟那個歌迷打成一片的話 謝謝謝謝謝謝 好最後呢把時間交給伍伯老師 有什麼話要跟 喜歡您的朋友講的 在這邊 謝謝大家一直來支持我 然後我希望可以唱到很多地方 然後我可以唱給你們聽 然後希望你們也以後繼續支持我 謝謝 好謝謝伍伯老師 下次再見謝謝 謝謝